我们现在讲在大级别中的这个高低点连线 高低点连线和指标体系在大级别这个时间中的这个石盘操作 那么大级别指的是日显 也就是说你高低点连线对这个证券的价格呢 进行了有效的约数把它的级别放大了 也就是日线的已经足够了 已经足够了 那么我们首先讲级别的概念 任何的现在开开软件 就是说你的面对的软件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我选择用这个金字塔软件呢 金字塔软件它在屏幕掉入的K线数呢 是由你的内存所决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即使是15分钟 它也可以掉入两年的数据 这点非常重要 那么再加上高低点连线的一个轮廓 轮廓的约束 那么我们就可以掉入更多的这样的数据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将从期货上证的个股 还有那么那期货上证个股 那么来进行判断 包括分类指数 我们从三个方面 个股分类指数 还有期货 期货品种当中 我们可验证高低点连线的使用方法 去做高低点连线 首先我们做一个就是上证的个股 我们看上证的个股 那么大家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地方呢 你应该把 就是你应该把这个分类板块放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我们选择新材料 我们选择新材料 也就是说这个北矿磁材 我们选择这只个股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个股就在这边了 你的个股在这边 然后关掉 关掉它调成日线 这是北矿磁材的日线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将修改一下这个指标 我们认为北矿磁材的这个指标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北矿磁材的这个指标 然后有问题 然后就把它 它的级别呢 有点级别过大 过大之后呢 那么引起的不是很敏感 那么当日线级别的时候呢 注意看 日线级别的这个参数呢 在这里是最小的是8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 我们给它调4 然后呢 这个调成就是5 5 然后5对应的是什么呢 5对应的就是15 然后呢 15这个按菲波纳奇的数序列来讲呢 5完了 15 然后5完了是10 10日线 是10日线 然后10日线之后呢 是15日线 15日线呢 就是对5乘取5 那么20 25日线 25日线过后呢 那么就是 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计算 它都是两个数的和 那就是15加 25呢 就是40 40 这是 是40 40呢 然后是65 然后是65 这个 这个呢 65的之后呢 是105 105天线 然后最大的这条呢 就是 170天线 这已经很大了 然后8条线 这样的划分之后呢 那么我们对 我们就会 明显的看到 北矿次材的这个 MACD呢 和 然后和 整个的均线的关系 我们 我们找一个位置 比方说 我们找一个钉 首先我们找一个 就是它颇位下行的位置 把它放大 颇位下行的位置的时候呢 把它放大 注意看 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 这里呢 我们重新对底下的 这个标志呢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分割 也就是说 注意看 那么这条线呢 最黑色的线 是五日均线 那么 这个 这个红色的均线呢 五日过来之后 就是 最最外侧的这条呢 是五日均线 那么五日过来 以后 这个有点看不太清楚 把它继续放大 那么 那么 最最外侧的这个 我们把均线 重新调整一下 就是它的颜色 重新调整一下 否则看不太清楚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个呢 这个是 第一个默认的 这条呢 就是 两项数线呢 这个是个 嗯 就是 最小级别的 这个是五日线 然后呢 五日线之后呢 过来 我们给它 一个定义 就是 把这个最粗的 这条定义的 拿掉 因为这个级别太大 所以把它 这个级别呢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剪切 然后放到 五天 十五天线 就是说 五天线 对十五天线的 一个确认 五天线和十五天线的 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给它放到这 给它放到这里来 那么 这个级别呢 有些 有些大 那么 还是给它 调成 三 三倍的 三倍的之后呢 那么还有一条 大的均线 最后呢 这个边界呢 给到它四倍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是五天线 然后呢 这个五天线呢 这个是 五的 二十五天线 五天线 对二十五天线的 一个反转关系 然后就可以了 那么这只股票呢 就可以绝对 可以操作了 那么 测试编译一下公式 没有问题 那么 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嗯 就是 这条线呢 不应该是红色 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这个呢 我们给它调一个 调成一个蓝色 Color Blue Color Blue 这时候呢 这个就很好 很好标识 那么这个 注意五天线 对咖啡色的 这个 二十五天线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 反转关系 就产生这么一个 反转的关系 所以 就产生一个 很好的反转关系 首先我们看 它的历史大顶 就是历史大顶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们把它放大 这个位置呢 这个高低点连线 第二个点 没有比 第二个点呢 它的 第二天的收盘线呢 它拉出长引线 第二天的 这个 不产生新的高点 然后这个时候 它是向下的 它向下 但是呢 底下的 这个五天的 这个低点线 没有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那么就预示着 它可能是 有双顶 但是呢 在 呃 这个 MACD呢 异常的 就是 MACD呢 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灵敏 在第二天的时候 MACD掉头 然后呢 啊 然后MACD向下交叉 在这里的时候 注意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向下交叉 但是呢 这个 注意低点连线的 这个 高低点连线的 下面 下面呢 它 第三天的 第三天 由于第三天 第四天的 这个 线呢 突破了 就是前期三天的线 那么所以预示着 这个 预示 第四天的 股价的低点 比前三天的 股价的低点 还要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MACD它向下交叉 MACD向下交叉 当 MACD向下交叉的时候 这个均线 在这个这里走平 在这里走平 也就是说 均线 均线所产生的 均线所产生的 这个第二个高点 比第一个低点 要低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么就选择 按照 选择 MACD向下交叉 日线级别出现 明显的这个双头的时候 出现约束级的双头的时候 你就可以 可以走人了 那么绝对是一个走人的 这个时间 然后呢 还是这样 在小级别 然后这只股 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小级别的 小级别平台的一个调整 但是呢 这个五天的均线 五天的均线 在这里 五天的均线 在这个地方呢 对25天线 进行了最后的确认 那么 它下穿了25天线 进行了最后的最后的确认 之后 那么这里也到了将50%的地方了 那么绝对是一个就是绝对是一个就是清仓的位置 绝对是一个清仓的位置 那么它就继续下行啊继续下行 这只股票呢就在这里是绝对清仓的一个位置 注意看这里 那么它是绝对绝对的清仓的位置 那么这个之后呢就一路下行 一路下行的受到大级别的 一直到一直到这里 由于受到大级别均线的 这个蓝色的大级别均线的压制 始终这只股呢 处于处于这个弱势状态当中 在长期的处于弱势的级别当中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这只股依然刚刚的就是在这里 五天线和25天线的向上交叉 但是注意看 在这只股 在这只股MACD呢 像MACD还没有确认的时候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高低点连线的总体走向 就是说 那么这一天的高点 这一天的高点呢 它低于三天平就是江恩的那个 我拿笔画一下 我拿笔画一下 这一天的这根K线的高点 这根K线的高点 它小于前三天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平均值 所以的话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看MACD在这里 然后均线在这里 之后呢 MACD的值开始缩小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要引起注意减仓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 它比前三天的这个值呢 要低 但是呢 这个虽然比前三天的这个低点低 但是呢 它注意看 它的 它的 它的走向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由于高低点连线的这个角度的关系 那么它有一次小的反弹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 依然是这个点相对于它的时候没有过去 那么这个 而且呢 MACD这里向下的交叉 所以这只股呢 在这个地方阶段性的调整 阶段性的调整 不可避免 阶段性的调整 不可避免 那么这只股 它走的非常的 就是缓 非常的缓 非常的缓 我们找一只变盘非常剧烈的股票 那么缓盘非常剧烈的股票 那么这个是中国保安 中国保安也是一只新材料的股 那么在这只股里面呢 由于它的进行一个波动 长期的 就是由于它 进行一个长期的 这就是说波段的 波段的这种操作 长期的这种大波段的运行 所以的话呢 那么 每次到 那么每次到这个 就是说MACD首先指示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MACD当一次背离 就是说 MACD下来之后 它有一个走 走缓 然后它下来走缓 到什么时候启动呢 它 它不产生一个新的低点 它不产生一个新的低点 这个均线呢 均线向上 均线向上 进行粘合 那么总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虽然你错过了一个波段 但是 但是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 进行了确认 进行了确认 然后 因为MACD的这个值始终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呢 那么它降下来 当均线的位置呢 当均线的这个地方 上去的 上行的时候 那么就对这里呢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 进行了有效的 就有效的确认 这边也是一样 MACD的值向上 然后呢 这个值呢 这个值呢 就在这里 得到确认 这就是日线的大级别 就是日线的大级别 包括这个位置 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说一个 期货的例子 我们再说一个期货的例子 我们打开户童 就是商品期货里面 我们打开户童 我们打开户童 上海期货呢 我们打开户童 因为户童的话呢 它是有 户童这个级别呢 我们就要调 我们就要给它 一个15分钟级了 那么 因为户童呢 是这个 户童 级别很小 那么时候呢 我们调成15分钟级 我们现在 户童调入数据 户童 在这个地方 它调入数据 户童呢 在这个地方 调入数据 启动 接受 我们给户童调入数据 户童调入数据之后呢 由于这个是15分钟级的 你这个均线呢 是15分钟级 所以这个 这个户童呢 在这个地方确认的时候 这个就非常的漂亮了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均线 在这个地方交叉的时候 它是5个15分钟级 也就是说 这5个15分钟呢 是多少呢 5个15分钟相当于 就是 那么4个15分钟 是1小时 那么5个15分钟呢 就是1小时 015分钟 它高于 高于1小时 那么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那么 注意看 也就是说 户童 受到长期均线的一个支撑 户童受到 这个大均线的支撑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 会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呢 那么 大家如果看 MACD去做户童 肯定死定了 为什么呢 MACD在顶部的时候 在顶部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 我再 我再先看 大的方向 首先我们要 要做的时候呢 做期货的时候 一定要有 大级别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看 MACD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 就是说7月 嗯 这是8月 9月 10月 那么这个呢 是 是去年7月的 这个互同 就是去年的 7月 7月2号的 就是这个是7月2号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7月2号 那么现在呢 这是9月份 这个底呢 是10月份 那么这个 现在的位置呢 是 我把 互同 不能再压缩了 不能再压缩 互同 好像 这个位置呢 这是12年的3月 3月9号 那么 这是09年的 11月 11月份 然后呢 这个是08年 所以当互同的 这个级别的时候呢 我们 给令到这 已经够大了 这个是09年的 2月份 然后10年的 5月份 我们15分钟上面 我们的 这个 就是 我们互同的 这个15分钟级呢 我们互同的15分钟级呢 已经看到哪里了呢 我们已经看到 11年的 这个 呃 我们已经就看到 11年去了 啊 我们看到11年去了 这个是 这个 一个这个的级别 已经 这个级别 已经够了 啊 这个 把调入这个数据 啊 调入一个数据 我们的互同的数据呢 就 尽可能多的调过来 调过来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是 8月份 9月份 然后 这是1234 我们调入两年的15分钟的数据 调入两年的15分钟的数据之后呢 注意看下面的这个大的均线 蓝色线的这个变化 包括上面的这种变化 我们取一段 就是我们 我们取这一段 我们取跟我们相关的这一段 啊 进行操作 如果你按照MACD来操作 那你死定了 因为MACD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上行的时候 MACD的值呢 没有MACD的这些值呢 还上不来 就是说在它上行的时候 MACD在高位的值并 预设着下下不来上不去 那么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上不来下不去 但是呢 但是 我们这个时候的作单呢 就是它第一波拉长之后的作单 你总看不见大的空单 你总看不见大的空单 所以很 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特别郁闷 你总看不到大的空单 这个就15分钟级 那么如果我们调整小时级呢 那么这个就是小时级 那么 这个就是小时级 我们会看的 小时级上面呢 MACD在这个地方高位 大家总在看 以为可以做空单 但是小时级这个地方呢 在小时级的这里呢 还真的 做的空单的下面的没有幅度 就是说它的没有幅度 那么我们怎么 怎么去判断呢 如果你们在日线的时候 那么这个它始终是这样子 我们就在15分钟里面 我们把这个软件就调到15分钟 调到15分钟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均线 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 调成15分钟之后 怎么做呢 那么就是说 注意看 这条蓝色的线 就是说 大级别做多的时候 首先 首先 首先是这样子的 首先要看MACD的指示 MACD的指示 那么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它下来以后 下来以后呢 这个MACD在这里有一个指示 MACD在这指示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到这里了 它如果说 如果说MACD走这样的图形的话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位置是 这个多单的位置放不住 但是呢 这个五天 这个一小时线 但是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行情 有这个点 这个点呢 又是对大级别的蓝色线的一个突破 那么好了 那么 我们再细说一遍 就是 打开这个蓝色 细说一遍 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否能做多呢 不行 那么这个位置只是 MACD的交叉 这个位置做多的话呢 你会发现上去的空间很小 你就会遇到 会 会遇到一个 震荡 会遇到一个震荡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 那意思是说 但是呢 当MACD交叉的时候 均线它并没有确认 均线它并没有确认 互同是一个比较连续的品种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注意看这里 在这里呢 它有一个均线的 这样的一个确认 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第二次回调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做多 做多 那么这个就是高低点连线的一个 一个方法 呃 所以的话呢 由于它对大级别均线的突破 所以你的你的多单的利润呢 呃 很不错 啊 你的多单的利润很不错 然后呢 这段 然后它进入了这 这样的一段 那进入了这样的一段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能不能做空呢 大家 大家会去考虑 那么这个MACD已经死差了 当然可以做空 但是注意看 注意看 仔细看 那么 这样的 这个均线 它并没有下来 而且呢 就是 这个是45 呃 就是 一小时零15分钟的线 在这个地方呢 当在这个地方交叉的时候 那么 当就是出现这个点的时候 这个点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可以做空 这个时候可以做空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做空 啊 做空 但是 但是这个做空 你会发现很小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小 这个非常小 但是呢 当它 反身向上的时候 当它反身向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又受到了这个长期均线的一个支撑 这个时候一定要反手过来 反手过来去做多 反手过来去做多 那么 什么时候是大级别的 那么在 在 互同里面 要注意 非常注意级别的概念 级别的概念呢 就是 就是这个 蓝色线所表示的 蓝色 蓝色线所表示的级别 蓝色线所表示的级别的转换的位置 也就是 非常致命的一个位置 非常致命的位置 就是说 它的均线 它的 经过震荡之后的底部 经过震荡之后的 这个底部呢 经过震荡之后的这个底部呢 它到 之后呢 那么对它进行了一个确认 这个就是真正的大级别的 大级别的一个 做 做多的 地方 那么 什么时候做空呢 什么时候是 大空单呢 我们对大的空单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的大级别的空单 它的大级别的空单呢 注意看 也就是说 当它的这个当它的第一次的第一次的确认 它的大的空单呢 第一次确认啊 就是 第一次的确认啊 第一次的确认下来啊 第一次的确认 第二次确认啊 第二次的确认啊 第二次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就是绝对的大的空单 没有任何含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互同里面 我们在互同里面 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 那么这样子走的话 那么这个是绝对绝佳的机会 所以在期货里面 不要去找那种小级别的 不要去找那种小级别的 那个来回折腾的那个单子 一定要找特别的大级别 非常非常的大级别 那么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级别的概念 要有一个级别的概念啊 要有一个顺着它的级别的 区分不同的级别啊 区分不同的级别 就会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战绩 那么这就是互同 那么当互同把周线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在大 在互同特别大级别的 里面 去高低点 在这个地方 那么 它不产生变化 也就是说 在这个大级别这里呢 这个是一个周线级的互同里面 在周线级的互同里面呢 那么这个位置呢 我们去看它的高点 越是到大的级别呢 我们 它的越是 就是有一个 就会让你看到 它的位置 它的 就是说 嗯 它的 一个 平衡的位置 就是在周线里面 这三个高点 是在一起的 三个高点 是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当地 当这个 它出现 回调的时候 第三个高点 开盘的 那个 第一天的 周一的那个位置 极端的重要 周一因为确定 这根均线 确定它的起点 那么周一 确定它的 开盘价之后呢 它绝对低于 前两天的价格 前两周的价格的时候 那么 当它的高点 再到 上两周的高点 如果没突破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空单的 这个 位置 位置 那么这就是 在大级别当中的 一个 具体的应用 在大级别应用之后呢 操作的时候 就要进入 进入小级别 那么 进入小级别 那么 金斯塔软件 由于 它内存掉入的数据 是由掉入数据 由内存决定的 所以能让你在 一个特别大的级别当中 特别小的级别当中 看到一个 大级别的行情 那么这个实例呢 就先讲到这里 实例先讲到这里